去年三月竹联邦名人会砸上百万元半圈酒 洗开七十八桌 还找来一百多名的起跑辣妹散场时鞠躬送客 不知找辣妹连门口的跑车也没少 一连串高调行径 如今名人会会长林金奎终于漏网 外传名人会换会长林金奎不在管事 却被查出身为创会大哥的她是真正的画室人 林金奎泰山高中师范大学毕业 是跆拳道高手还得过多面金牌 而名人会的副会长还是绰号松鼠的陈彦廷 专案小组从去年开始连续扫荡 终于掌握到会长林金奎和副会长松鼠的涉案实证 检调追查的这群人从2022年开始四处芯片 照境外的诈团联手跟社局匡骗多名富二代 一名家中从事登剧业的副哨 被骗投资玩线上博弈 最后逼她签下三千万元的本票 甚至被拍下不咬照 后来母亲领居款救人才曝光 检会设下层层的防火墙 还推称会长救世松鼠 担心大哥林金奎被抓 上次落网他还是竹联邦雷塘堂鼠 八年之后再落网 春秋后一度还躲到海外 如今底下小弟全部被击破 大哥也该出来面对 TVBS新闻蔡明轩 叶军台北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